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同性伴侣基本权益 基本人权里面 包括不包括所谓的婚姻权 家庭权 或者是财产继承权 这都属于基本人权之一 基本人权之一 那你知不支持 这个同志人权 同志人权要保障 这个我支持 那你们嘴巴里面说 同志人权要保障 为什么碰到同志要婚姻权 家庭权 财产继承权的时候 你们就有但是了呢 但是不同的权利 有不同的这个方向的处理嘛 因为同志人权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到20世纪以后 逐步的形成 逐步形成嘛 OK我今天听了 市长 你现在讲说逐步 渐进 演进说嘛 对 你说的是权力 渐进 演进 逐步说嘛 这个就是你的利润基础 基本上你认为应该要 只是认为要渐进嘛 对 我告诉你 你这个是助长歧视 假装演进 假装渐进 你们认为基本上是应该要 然后说现在不能给 然后就在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剥夺他的基本人权嘛 因为同志人权这个的建立呢 在婚姻法上呢 会影响到别人的权利 那所以在别人 别人什么 有小三吗 同志和同志之间 两情相悦的双方 要在一起 影响什么 别人啊 那如果会涉及到婚姻法 跟继承法的话呢 会影响到父母 兄弟姐妹等等的 好那我问你 异性恋婚姻里面 继承权的第一顺位是谁 就配偶 第一个是配偶嘛 第二个是谁 不是配偶加上侄女嘛 第三个是谁 父母养父母 为什么在异性恋的婚姻里面 明明父母就第三顺位 那你们为什么 OK 就在同性婚姻里面 你们要求人家 保障父母顺位为第一顺位 这是什么道理啊 所以说这个要建立共识 所以你们是差别人权嘛 我们现行的修养 就是以考量子女的 这个最佳利益 孩子的最佳利益为优先考量 不管同性恋 一心恋嘛 那请问 孩子的最佳利益是什么 通常是指涉经济保障 第二个 家庭保障 然后我们都知道 家庭的组成 不是家庭保障的因素 家庭保障的最大的因素是 家庭功能 这件事情你同不同意 没错 可以 我同意 如果家庭功能更胜于家庭组成 那你凭什么认为 两个男的或两个女的同性之间 他没有办法完成家庭功能 所以你这是不是歧视 我这是过去的案例 过去的案例 过去的案例发生在异性恋里面 收养问题更多 我看你所指的理由 非常歧视 你认为冲击婚姻制度的第二点讲 违反亲子关系之 协同真实认定原则 你们还讲说 这个家庭 基于人格自由 维护人伦 男女平等 养育子女等社会性功能 所以同性婚姻者 在生理上 没有办法生育 婚生子女的可能 所以你歧视 连不能生育的 你都歧视进去了 他是不能婚生子女嘛 那如果说 你这个对不能生育的 两个同性之间不能生育 你认为这个 冲击这个婚姻制度 所以你认为 你的潜在里面 如果照这句话的逻辑 连两个顶客族 没生小孩的 都冲击婚姻制度啊 你们这不是歧视吗 还不是歧视同性恋而已 还歧视连不生小孩的 都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结婚是吗 不是他没有资格结婚 你的第二点就是这样想啊 这两个不能这样做反面解释啊 那我再来跟你讲 不要做反面解释 那你认为违反亲子关系之 血统真实认定原则 那你这样子是在欺负 所有 我们在鼓励 去认养小孩 就不是基于血统真实嘛 所以难怪你在鼓励人家说 一定要生一个自己生的小孩 那被欺养的人 以后怎么谁去认养他们呢 这个是我们举例其中一个例子 而已不是 我刚刚讲你的举例里面 处处的包含着歧视以外 你还处处的在打压这个社会里面的最弱势 不是同性恋哦 包括不生小孩的不能生小孩 包括认养家庭 违反血缘认定的这个关系的 你们都认为这种家庭有缺陷 我们只是针对同性恋者 这个部分如果造成婚姻的话呢 有婚姻的保障以后 那将来他们的孩子怎么办的处理 都没有其他冲击 是有很多冲击 因为这个报告没法写那么多啊 是有很多的冲击